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 是德国作家 诗独母的小说 《殷孟湖》 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 有首诗叫 《赠未八处世》 诗中写道 胭脂二十载 崇尚君子堂 西别君未婚 儿女忽成行 这诗是说啊 杜甫时隔二十年重访有人 当年分别时 有人还是单身汉 如今却已是儿女满堂 这首诗感慨世事并迁 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殷孟湖》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殷孟湖也涌叹了 时间的流逝 沧桑变化之中 无论是故人的气质 身份 还是作者对于故人的情愫 已和当年大不相同 现实与记忆互相撞击 让人百感交集 这种情感的共鸣 让殷孟湖成为感动 无数人的名作 1849年小说出版后 就特别受欢迎 之后不断重印 到19世纪末 已经出了接近60版 可以说 在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 没有任何一篇小说的 发行量和知名度 能与殷孟湖相比 它的魅力也征服了世界 在中国1921年 由顾沫若翻译的殷孟湖 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而在那时的美国 殷孟湖有至少20个译本 在美国同期的引进作品中 殷孟湖的销量和知名度 都首屈一指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以倒序手法开场 一开篇 就写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 散步回家 独坐窗前 看到月光照到墙上的画像 对往事的回忆涌上心头 这时 时间退回到 这位老人的童年时光 原来他名叫赖因哈德 他有个青梅竹马的伙伴 叫伊丽莎白 两人一起长大 无论上学放学 还是嬉戏游乐 几乎形影不离 作者接着描述了 两人玩乐的场景 比如他们用草皮 盖了一间小房子 打算在这里 度过夏天的傍晚 赖因哈德 立刻动手 做起板凳 伊丽莎白则在围墙外面 把捡到的 野井葵的环形花子 放进他的围裙里 打算给自己 做项链和颈圈 赖因哈德 做好了板凳 就呼唤伊丽莎白回来 坐到了一起 他们的对话 也充满了欢乐的幻想 赖因哈德说起 他将来要到印度 去看狮子 他听说印度人赶着狮子 让他们驾车 穿过沙漠 那里很漂亮 冬天也不像这里 这么冷 他问伊丽莎白 愿不愿意 跟他一起去 伊丽莎白说 愿意 可赖因哈德又故意说 你不会去的 你没有勇气 就这样 两个孩子一边笑 一边闹 后来他俩参加了一次 到树林里摘草莓的野油活动 这是他们儿时的最后一次 携手出游了 两人走着走着迷了路 也没踩到草莓 就一起坐在树下 小男孩望着小女孩 小女孩倾听着周围的鸟叫 虫鸣 享受着阳光 等他们走出树林 别的孩子早就到齐了 都踩到了草莓 而赖因哈德 把帽子翻过来 把手绢打开 都是空空如也 老师问 你们踩到了什么 赖因哈德与伊丽莎白 互相眨眨眼 然后大声嚷嚷着说 又渴又饿 任何语言 都无法形容童年的美好 他们完全不在乎 具体的收获 只要在一起 连口渴和饥饿都欢喜无限 赖因哈德是一个 文艺气息很重的男孩 喜欢沉浸在田野 树林和诗歌的浪漫世界里 回家后 赖因哈德写下了一首诗 把伊丽莎白 比作一位 有着金色眼睛的 临终女王 但是 童年越浪漫 越欢乐 就越反衬出 长大以后的悲哀 越反衬出 成人的现实 快乐的时光 很快就要过去了 故事开始急转直下 赖因哈德升学 进了一所男校 只能放学后 跟伊丽莎白在一起 再往后 赖因哈德 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两人平时见不到面了 临分别时 赖因哈德向伊丽莎白 许诺说 我会抄写童话故事 寄给你 你收到故事之后 要回信说说读后感 同时 他还悄悄写了很多 给伊丽莎白的诗 打算日后重逢时 再拿出来 然而进了大学之后 距离和时间的阻隔 让他们的感情 无法避免地变淡了 大学的第一个圣诞节 赖因哈德 跟几个同学去酒吧 这里冷冷清清 只有一个吉普赛女歌手 和一个提琴师在卖唱 赖因哈德感到百无聊赖 这个画面 同森林采草莓 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两个孩子并排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干 就觉得时光如此美好 哪怕一无所获 也满心欢喜 而大学生的圣诞聚会 如此孤独 吉普赛歌手很美 歌声很动听 眼神却十分冷漠 一个学生花钱 想点首歌让他唱 还遭到了拒绝 孩子们单纯的世界 和成人们充满戒备 傲慢和嫉妒的世界 形成了刺痛人心的对比 后来 赖因哈德主动 敬了吉普赛女人一杯 女人才唱了起来 歌词的内容十分苍凉 今天 只有今天 我是这样的美丽 明天啊明天 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只有此刻你还属于我 死亡 死亡 将使我 独自离去 这歌让赖因哈德 感慨万千 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 天真浪漫的少年情怀 似乎 就烟消云散了 就在那个圣诞节 赖因哈德还收到了 伊丽莎白的信 通过这封信 我们得知了几个情况 第一 赖因哈德 违反了承诺 并没有给伊丽莎白 继续童话 第二 赖因哈德 送给伊丽莎白的 一只梅花 雀死了 第三 就是赖因哈德的 老同学 爱里希 经常来看伊丽莎白 还过来 给她画肖像 按理说 赖因哈德看后 应该十分焦虑或惭愧 可是她没有 只是很忧郁 觉得很想家 接着她到楼下 像一个成年人那样 送给一个穷苦的 小女孩一些饼 把她打发回家 随后 她回到房间 给伊丽莎白 以及母亲写回信 她思乡情蒙 写了整整一页 等到复活节 赖因哈德第一次回乡 终于再次见到 伊丽莎白 她依然带伊丽莎白 去田野 两人一起采集植物 做成标本 但是 两人不像以往那样 无话不说了 经常冷场 然后她又意外地发现 自己送给 伊丽莎白的梅花雀死后 伊丽莎白的鸟笼里 出现了一只金丝雀 原来这是爱里希送来的 爱里希家十分阔绰 她刚刚接管了 阴梦湖畔的一座庄园 连伊丽莎白的母亲 都对这个男孩赞不绝口 赖因哈德心里十分酸楚 她发现 爱里希后来者居上了 她告诉伊丽莎白 她无法忍受这只金丝雀 伊丽莎白对此并未回应 但是当赖因哈德打开笔记本 拿出灵兰递给伊丽莎白时 伊丽莎白瞥见了笔记本里的诗 赖因哈德就拿给她看 伊丽莎白读着诗 脸红了 她把本子还给赖因哈德 然后她从铁匣子里 拿出了一颗棕色的石楠花 回赠给赖因哈德 以前两个人即使无所事事 也能共享时光 而现在一旦没事可做 没话题可聊 两个人又觉得尴尬 她俩昔日的默契也消失了 赖因哈德赠送林兰 这种文艺小清新的做法 在爱里希继承的庄园面前 实在是不值一提 后来伊丽莎白承认说 是母亲把她和爱里希撮合到一起 她还毫不避讳地说起 爱里希送的那只金丝雀 并没有在意 赖因哈德脸上露出的苦涩 赖因哈德想挽救他们的关系 却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两人分别的时候 她才跟伊丽莎白说 请相信我 还像以前一样好 赖因哈德觉得 必须要跟伊丽莎白说些什么 关乎未来幸福的事情 但是她又不知道 如何表露自己的心事 最后只好跟伊丽莎白说 我有一个秘密 必须等到两年后 毕业了才能披露出来 所以请你等待 可是伊丽莎白显然 对这种浪漫手段 没什么耐心了 她只是摇摇头 说了声再见 人心变化太快了 这场告别冷淡而匆忙 同赖因哈德上大学前 山盟海誓的告别 又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对比 赖因哈德回到学校 之后两年里 她没有给伊丽莎白写过信 等她快毕业时 她妈妈来信说 爱里希和伊丽莎白 快要在阴梦湖边办婚礼了 又过了几年 赖因哈德已经成长为 标志的青年 有一天 她接到爱里希的来信邀约 就出发去阴梦湖拜访 她一路走 一路欣赏风景 她看到百年老乡树 宁静而湛蓝的湖水 阳光照耀下的苍翠的树林 远处的青山 书中有一段精美的描写 在湖对面的绿叶丛中 有一片雪一样的白色 那是正在开花的果树 树后高高的湖岸上 矗立着庄园别墅 白色的墙 红色的瓦 一只怪鸟从烟囱上飞下来 在湖面上悠闲地盘旋着 看到这个情景 赖因哈德不由喊道 阴梦湖 毫无疑问 这句发自内心的呼喊 是赖因哈德 对无法挽留的旧时光的感慨 这片风光 幽渺而宁静 可是 它并不是当年少男少女 能够随意闯入的野生的自然界 而是一座 庄园的外围 是私人的地盘 接着 艾里希出来迎接赖因哈德 带她参观了庄园里的住宅 农田和酿酒厂 艾里希是庄园主和酒厂厂长 她跟庄园里的工人交代各种事宜 一切都是井井有条 伊丽莎白见到 拉因哈德非常意外 因为她并不知道 拉因哈德要来 艾里希说明了情况后 伊丽莎白情不自禁地 对丈夫说了句 你真好 两个人秀了一番恩爱 书中一直没有提到 拉因哈德此刻的心情 但我们都可以体会 她的落寞 拉因哈德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她每天黄昏时 多到阴梦湖边散步 她把自己的工作 也拿到这里来做 那就是收集乡野民歌 有一天 她和艾里希一家围坐在一起 开始分享她的工作成果 她一首接一首地唱起了歌曲 有时伊丽莎白也会跟着唱 在天色江湾时 拉因哈德又唱起了一首民歌 歌词是一个女孩的紫白 女孩说 她依了妈妈的心愿 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 而要割断与旧爱的联系 她不得不从 之后内心一直难以排遣遗憾 恨不能去独自流浪 听了这首歌 伊丽莎白就走了出去 拉因哈德后来也跟了出去 她一直走到湖边 远远地看见了一朵睡莲花 就脱了衣服游过去 她游了很久 终于来到睡莲花前 可是天已经黑了 她不敢久待又游了回来 爱里希德之后就不耐烦地问 你干嘛去找那朵花呢 拉因哈德回答 我曾经认识她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其实拉因哈德想说的是 她曾以为近在眼前的爱情 实际上却遥不可及 第二天 爱里希和母亲外出 拉因哈德终于有机会 和伊丽莎白独处 他们散步 划船 拉因哈德还像童年时那样 望着伊丽莎白 欣赏她的美 可是 伊丽莎白不像当年那样 从容自在 她避免与拉因哈德对视 当拉因哈德的视线 投向她的手时 伊丽莎白就把手 划到了水里 伊丽莎白也一再回避那些 会让旧梦复苏的话题 拉因哈德说 我们一起 采草莓好吗 伊丽莎白就回答 可是现在不是采草莓的季节 可是 当拉因哈德提到 她的笔记本里 有一株伊丽莎白送的石南花时 伊丽莎白忍不住哭了 眼里满是泪水 拉因哈德问 在那青山的背后 有我们的青春 可现在 他们在哪呢 然后两个人就 无言地往回走 在庄园的别墅门口 他们遇到了一个 吉普赛乞丐 伊丽莎白急匆匆地 把洞里的钱 全部掏给了乞丐 然后哭着上楼了 而拉因哈德呢 他在楼下 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他看到吉普赛乞丐 一直没走就问 你还要什么 乞丐吓得一跳 赶忙说 我什么都不要了 然后转身 慢慢地走出去 拉因哈德的这一句 你还要什么 几乎带有控诉的成分 拉因哈德被时光 和现实夺去了爱情 而乞丐也像一面镜子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一无所有 只能像一去不返的童年 祈求一些 散金碎银 他又想起了 酒吧的吉普赛歌女 那位歌女 用一支歌曲来宣示 她的命运 告诉她说 你从此踏上了 成年的灰暗道路 你将告别失忆 一路奔向死亡 确实 现在的拉因哈德 已经彻底落入迷茫 而悲怆的成人心境 拉因哈德又独自回到湖边 把她和伊丽莎白走过的路 又走了一遍 才回到房间里 她整夜未眠 直到褚色威名 伊丽莎白走下楼来 看着拉因哈德 把手放在她的一条胳膊上说 我知道 你永远不会再来了 拉因哈德承认说 永远不会了 然后她准备离去 临走时 她向伊丽莎白迈了一步 正想伸出双臂 拥抱她一下 可是 最终还是猛地转身 走出了门 她不愿意再制造一次告别 因为这将使她走不出 永失我爱的阴影 将使她被记忆 永远绊住脚步 书中写到 拉因哈德没有回头 展现在她面前的 是一片广阔的世界 然而我们知道 她忍住了透彻心扉的痛苦 因为美好的记忆 被从她的身上 硬生生地 撕下来了 然而记忆又怎能彻底消失呢 在小说的结尾 倒叙结束 拉因哈德回到现实之中 深夜里 这位六十岁的孤独的老人 坐在扶手椅上 凝望着椅子 感觉到这片朦胧的昏暗 正在幻化成一片 宽阔而幽暗的湖面 水波一浪接一浪地朝前涌去 越来越远 越来越深 在最后一个水波上 孤独地漂浮着 一朵白色的睡帘 她凝望着 渴望而不可及的睡帘 似乎要凭着 她所铭记的爱的往事 来与流水般的时间 对抗到底 故事说完了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依孟狐讲的是 一对男女 两小无猜 后来女孩另嫁他人 男孩终身未娶 到老都活在 痛苦和遗憾之中 感受着 无法倒转的时间长河 以及 无法挽留的青春岁月 在故事中 女孩屈服于母亲的撮合 舍弃了童年伴侣 而嫁给了一个富家子弟 这一点甚至会让中国读者 联想到 梁山伯与朱英台的故事 觉得这个故事 控诉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这类露俗 而另一方面 自从小说发表之后 就有无数读者一直在讨论 为什么赖因哈德 那么爱恋伊丽莎白 却没有表现在行动之中 她为什么不去努力挽回爱人 看起来 她更应该为自己的 终生遗憾负责 这样的讨论无休无止 但其实 不管是生讨女孩的母亲 还是责备男主人公 都无助于我们感受 小说的艺术魅力 一梦或能感染一代代读者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她写出了时间的无情 与人的无助 拉因哈德是一个 对时间很敏感的人 时间的推移 童年的消逝 童年伙伴的远去 让她变得孤独 她习惯于独自品味这种悲伤 习惯于沉浸在 对物是人非 沧海桑田的感怀之中 她默默地看着时间流逝 严肃沉浸地独自冥想 独自写诗 她不去与人抗争 不去和爱里希争夺 自己的所爱 而只是紧紧地抱住 对往昔的回忆 她和记忆一起 落入时间的长河中 像那朵睡帘一般 浮浮沉沉 被流水 越冲越远 如果说赖因哈德 有什么要痛恨的话 她不痛恨人 而是痛恨时间 是时间改变了人心 让她丧失所爱 孤独一生 这种痛恨改变不了现实 但是加重了她的诗人气质 她把目光投向 渊远流长的德国民歌中 并从中找到了一些 安慰性的共鸣 在书中 赖因哈德拜访 伊梦胡 同爱里希夫妇 分享她收集的 名歌的时候 伊丽莎白问 究竟是谁 创作了这些 好听的歌呢 爱里希不以为然地说 这些名歌 一定是 裁缝铺火机 剃头匠 这些轻浮的人 在不务正业的时候 写出来的 赖因哈德认真地纠正说 不 这些歌是生长出来的 是从空中掉下来的 传到谁的耳朵里 谁就跟着唱 我们可以在这些歌里 找到自己的经历和痛苦 仿佛我们大家都 参与了她的编写一样 这几句话 可以说是小说的典型之笔 我们在丧尸面前是无助的 但是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难免遭遇痛苦的丧尸 人们将丧尸的体验 写入诗歌 口耳相传 成为民族文化中 最动人的篇章 丧尸感 由此升华成了一种 高尚的感情 现在 他们在阴梦湖边想起 寂静的阴梦湖 正是一个代表了 爱情救梦破灭的地方 湖光山色 见证着痛苦和无助 赖因哈德在忧伤中 收集着忧伤的歌曲 并吟唱着他们 加入到千百年来 心碎之人的行列 融入到德国的丰厚历史文化中 小说所描绘的这种意境 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的 直接呈现 在17到18世纪 德国是四分五裂的 一群小邦国 政治落后 国力衰弱 频频遭遇外敌入侵 因而 打造一个民族共同体 就成为迫切的任务 于是浪漫主义文人和学者 通过考察德意志的山川地理 花草树木 采集民间文学并加工创作 来提升德意志民族认同 颂扬本土文化与历史 浪漫主义文人喜欢书写失落 背叛 感伤 书写美好梦想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 他们用一个个类似哥德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悲剧故事 打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审美范式 《伊梦胡》正是在德意志 浪漫主义熏陶之下问世的作品 拉因哈德收集植物标本 收集民间童话 民歌 创作诗歌 乃至小说本身诗意叙述风格 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展现 在小说中 赖因哈德感伤 内敛 哀愁 无助 挫败感绵绵不止 然而 正是这种充满了孤独和悲怆的写作 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功名 德国大作家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就曾说 他从幼年起就熟悉 《伊梦胡》里赖因哈德的诗人形象 这种形象和认同 伴随着他成长 让他认定自己是德国人 属于德意志 我们也再来看一看《伊梦胡》的作者施独母 他一生写了五十多篇中篇小说 主题都与《伊梦胡》类似 表现的都是人物在时间中的悲剧命运 事实上 施独母对丧失与无助也的确有着深切的体验 他生于1817年 有五个兄弟姐妹 而在《伊梦胡》完成的1849年 他32岁之际 他的三个姐妹都因病相继去世 同时 他的家乡也正遭受着丹麦军队的攻击和占领 由于参加了反对丹麦的起义 他于1853年被迫离乡 搬到波斯坦等地方 直到1965年才回去 施独母恋故乡 更恋家庭 他曾说 家庭生活是他灵魂中最圣洁 最深不可测的泉源 他在29岁的时候 与表妹孔斯坦扎结婚 两人感情深厚 但后来感情变淡 他也像书中的赖因哈德那样 并没有主动挽救局势 而是陷入到悲伤之中 感慨岁月的无情 1864年 孔斯坦扎病逝 施独母与另一位 曾长久依恋他的女士结婚 但出于对孔斯坦扎的怀念与愧疚 施独母一直到死 都把更多的心血 放在抚养他和孔斯坦扎 所生的孩子上面 在创作时 他的内心也极度渴望 逆转时间之流 让亲人长存 故乡常在 依孟胡的浪漫主义情怀 优美的文笔 散文诗一样的气韵 赢得了无数赞美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赛 就曾回忆说 他在20岁时就热爱识独母 到了40岁时 这份热爱也跟着翻了一倍 而依孟胡被译成中文后 同样影响了很多中国文人 巴金就曾说 我喜欢施独母的文笔 对于劳粹的心灵 施独母亲历的文字 纯真的感情 也许可以给我少许安慰吧 少男少女的爱情之火熄灭了 时间将人无情地推向老迈 唯有记忆还在试水流年中挣扎 这种浓稠的感伤 跨越了民族和文化的国界 给其他国家的读者 也带来了感动 赖尔哈德离开一梦湖 永远不再回头 而我们也会再一次 想起杜甫的诗句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好了 施独母的小说一梦湖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